各位網友大家好,我是白龍雪 白龍雪今天要來分享一下他不知道 就是最近天氣真的不知道在熱什麼燒 然後這一台冷氣又不知道在熱什麼燒 冷氣熱的話是不行的喔 就是這一台買回來大概快十年了 然後冷氣的話因為前車主他就是有大修工我就賺到 但是大概十年後會開始出現那個小肉兩枚 但是一般小肉我是個人是不維修的 因為那個修理起來很多點喔 你在抓就像我之前講的那個冷氣維修怎樣怎樣 那個要一個整個流程一個環節一起換一塊的平靜 然後白龍雪今天教你們檢疫的如何那個補冷煤 他就能涼涼的然後他現在就大概這樣子 因為那個什麼溫度計我都會電池的都會害的 就是大概這樣來那一台臨場桿 那一台我的嘴臉啊 你就開這樣子他也是會動但是它就是不涼你知道嗎 那你一般開的時候 你看他聽那個冷氣好 就是裡面冷煤可能還存在到20% 但是它吹出來的話它已經 鏡頭比較高的比較帥 它已經不足以讓你覺得車內會落 所以吹起來會涼涼的 因為尤其我們這個南部 車內去賣四溫都五、六、十度 你基本上完全吹不涼 所以那個什麼 今天你就來麥叫 來分享這個簡易的DL說 它是怎樣 上課去囉 走 這個L就是L HIGH就是I 啊 DL的時候你就是 配合這個嘛 就看了就一樣嘛 然後HIGH就是這個 高DL就是首先把它接上去 來鏡頭還給你吧 好啊你掌鏡一下 然後你在裝的時候就這樣子 這裡先鎖緊嘛對不對 然後 這裡 把它鎖緊 之後 L 把它拿起來 然後這個蓋子放好 對 對 這個 骨頭 沒有啊沒有 那可以幫你擋一擦 然後你就這樣喔 這個包 沒有包 沒有包 就拐頭 大家有去想到的東西 好 想到皮包啦 然後 壓起來 壓下去 就這樣子 我想給你看 你看喔現在的壓力 來 你要看 他正常用電池要刺 但是他已經有氣無力了喔 抓來龍抓手不要動到 你看 完全沒壓力了對不對 所以上面裡面已經冷氣沒辦法了 所以它如果在這種狀態之下 正常的壓縮機它是不會再跳離了 就是不會再啟動 但是那個保護裝飾還會啟動 那個壓縮機扭在那裡也不可能會破 然後 我們就是把它 勾上來壓下去 然後這個把它 順時針方向鎖緊 鎖緊它那個針就會 插進去了 這個更加塞 這樣低壓的部分就裝好了 來 然後換高壓的線 這個先鎖好 這個也是拿起來 今天是用比較簡易的方式在 弄那個兩枚 後面還會加 教你如果加那個什麼 冷凍油那一些的 慢慢來 因為冷氣緩解蠻多的 然後 這個高壓打開 這都是白東學自己自學 他應該黑暖氣 黑十幾天 自己在那裡聽 聽七八天聽到 真的聽到要靠出來了 幹進去之後 鎖緊 一二三 插進去 它 這老公早就撞下了 這老公早就撞進去了 好 然後就這樣子這樣子 好 來 你拍這裡 這個錶 弄好之後這個要鎖緊 這個高低壓錶 那個我待會 我們發動的時候才來講 好 這個等一下要補兩枚 這個要先卸掉 來 拿出來 接到這個管子 那個湯啊 撥到這邊 反正會吊就好了 膠勒 吼 掉下去就開了 弄好之後 這個要 兩枚要倒掉 這個麥克風的線我要散開 倒掉之後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打開 因為它在開的時候 它有一個瞬時針逆時鐘 它剛才倒閉 這個準備弄好之後 來 鏡頭移到這邊 都接好之後 因為裡面已經都 這兩枚都空空的 但是我們也是用一個放空氣的動作 你這個打開 這樣 這樣 打開 打開這樣 打開它 要稍微有空氣走出來 這裡 喔 已經完全沒空氣了 所以裡面 來 所以裡面它現在是完全都是乾的狀態之下 但是現在來講 照道理講 我們是要用抽真空的方式 但是我今天來示範 用標準的方式下去補 改天要抽真空 然後我再拍另外一個影片 因為那個東西操作起來 蠻複雜的啦 還有那個DIY門檻也比較高 好 這樣大概 就直接這樣子 鎖緊鎖緊 來這裡 我們把它鎖好 你把它鎖好 你把它鎖到就好了 好 鎖好之後 打開 好 兩枚開一開了喔 來 你側面看一下 我會放 先放空氣 這一段有空氣 它會 你比較有拍不會噴到 來 好 兩枚出來了 這一段已經都是兩枚了 現在我們打開之後 車子發動 它就會冷媒就灌進去了 發動說一下喔 冷氣有動了對不對 因為它裡面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壓力了 它是整個空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灌 那個冷媒進去的時候 照道理要先把空氣吸出來 但是我們今天就使用 比較突發練的方式 我們先把冷媒直接灌進去 來 白東學現在要教你一個 突發練的方式 那是白東學自己想的 但是你如果專業師傅 你來看你的動作表演 就因為我這個只是一個經驗分享而已 裡面現在是不是都空氣 空氣的時候 它是密閉式的空間 你雖然是那個冷媒 它有壓力 來 鏡頭 有壓力 你灌 事實上灌進去 它在洞裡面殘留的空氣會太多 白東學是自己想一個 方式一進一出 現在那個高壓它是 它是燒通的嘛 來 在這邊開一開 打開之後 然後 那個 兩枚現在我是開的喔 來 現在要開了 讓它先 擠一些 那個空氣出來 開始了喔 你看這裡 要轉下去了 好 來 好 揪我的骨頭 你看 空氣出來的就是 那就是裡面的兩枚 已經慢慢擠進去了喔 好 等一下 這個部分我們就把它鎖緊了喔 來 再來喔 先把它排出來 排出來 所以你再排 你看 冷媒進去了對不對 你拍個視窗 好 坐起來 然後我們剛剛那個 排同學自創的突發鏈的方式 弄完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效果 來 你來看這邊 鏡頭給我 這個閃光燈我要先關掉 要不然會反光 你看 它原本裡面都沒有壓力 現在是不是裡面有壓力了 高壓也出來 但是這正常的時候 它的空壓不能那麼少啦 但是這樣就至少現在壓縮器是能動的 然後拉下去之後那個高壓會慢慢升高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補冷媒進去了 然後它這個低壓 這樣壓縮器進去 但是正常的話高壓至少要到 冷車到180 然後要補冷媒囉 就這樣你仔細看這邊 高壓是不是慢慢上去了 差不多加到175就好了 慢慢來 我手掌不要錯 好 先收起來 因為那個 RE34的它很容易膨脹 我這樣比較不會反光 然後等一下壓縮器動它會拉進去 拉進去才會涼 冷氣關掉再開 好 開 然後慢慢會拉 拉拉拉拉 拉下去 要低於30才正常 因為剛剛冷媒進去的時候 它裡面它會跟那些冷凍有那些混合 它那個扭下去先給它扭 因為我們這種方式是最客覽 最簡單的無冷媒方式 傳授的同學 要不然它裡面如果全部都是空氣的話 你根本灌不進去 當然這樣它的純度是比較不夠啦 但是 我把東西都喜歡那些方法我用很久 蠻好用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喔 你看 會冷了 冷度已經出來了 但是還沒有很冷 等一下我們冷媒要再 桌量再加一點點 來看一下它現在表的運作 這鏡雄愛低於 低於30啦 那是 代數我們現在再補一點點 讓它高 要把它拉到180好了 或是大概200啦 要不然兩媒太少了 慢慢上去 好 這應該就OK了 然後後來我們等一下出去試車會越開越難 好話 但是這樣高低要再跑是覺得還蠻漂亮的 然後重點啦 裡面找的人還是重點 來我們來看看 喔 光是讚而已 喔 100都雪磚 都說 改正這樣出風口大概是在7度 欸 繼續吹豬我再看一下 喔 這樣很漂亮 高壓也很穩定 好了 然後我們冷媒都填充正常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收冷媒的動作 這個我們把它 我等一下 把它關緊 把它關緊 吸一下喔 這樣做很百分的喔 關緊之後它裡面 這一節是不是還有殘留那個冷媒 我們把它轉開 它會再吸進去 來 鏡頭給我 就這樣 開下去 它會慢慢吸 把它吸完 這一節喔 吸完之後 來 這樣 這一個兩枚就已經完了 你看 現在在跑的話 那個數值 代數是很漂亮的 40嘛 然後它 高壓是要180 這樣很標準 你再三件先拉下去 冷氣就冷了 冷到會再加 來 現在可以把車子關掉了 關掉之後 我教你們如何把它拆下來 你看我們引擎關掉之後 這個壓力表 它就是回歸裡面的那個 它裡面的壓力就對了 有的 師傅比較經驗足夠的冷車 我去判斷裡面 兩枚多寬 但是那一枚都學得不太厲害了 來 開始來拆錶吧 來 拆錶就這樣 那個逆時針 把它慢慢轉起來 那個就是 老公那個就撐起來了 老公那撐起來了 你不能讓老公撐太多喔 沒有老公就不爽了 好 然後一下子起來 這樣就好了 然後這個把它 把它鎖緊 然後這個一樣 老公怎樣 伸進 沒有 伸出來 就撐出來 老公的手 好來 這樣起來 壓力是不是這樣噗噗 那就是裡面壓力很霸的 這就是今天 大家白同學 塗法煉鋼 補兩面的方式 當然你專業師傅 你看可能有什麼討 但是 白同學畢竟是一個那個DIY 那個分享的影片 那你就是大概 大家互相交流啦 對啊 好 然後之後這個錶 媽的 錶的話 我一般就是 保存 我會把它轉開 轉開 它這樣循 它那歐循環比較不會壞 幹進去 然後這個也是轉鬆 你看稍微會有冷凍油出來 所以有的時候 車子你好 小肉兩枚 定期要加冷凍油 那後面我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那個 動作還蠻複雜的啦 對我來說 這個把它轉鬆 轉鬆之後 這一個也是 就把它卸掉 然後從這裡幹進去 幹進去也是一夾的就好了 然後這個就放鬆放鬆 好 放鬆 那這個 怎樣 至於配音1 2 3 怎樣 儘管到不然 好 這扭進去之後 這不能太冷喔 所以這老公這支不能太刷 要不然太出來 老公這支都會流出來 這個我有釣過喔 大概就這樣子